余茂春被中国制裁了 这一个大罕奸终于自受恶果 这一消息真是大快人心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 他去美国留学后一去不复返 为了能够在美国站稳脚跟 跟蓬佩奥狼狈为奸 甘愿成为老美的家奴 上蹿下跳地为老美制裁中国 献金献策 这不就是现代版的新型罕奸吗 甚至表现得比美国人更加的仇视中国 本期进入 咱们就来讲一讲 这个刚为老美加奴的余茂春到底是谁 为什么中国要制裁他 如果说中国人加入外国国籍 是一种个人选择 别人无权干涉 那么加入外国国籍之后 为了新主子调转矛头针对中国 那就是无可辩驳的罕奸行为了 余茂春就是这一类人的典型代表 1962年余茂春出生在安徽 在重庆长大 17岁那一年 以重庆涌传去文科第一的成绩 考入了南开大学历史系 毕业那一年 他获得了南开大学的留校资格 却因为受到导师冯教授的影响 对美国心存向往 1985年申请到了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 斯沃斯莫尔学院历史系的入学资格 可能从一开始他就做好了到美国绝对不会回来的准备 后来在美国海军学院任教遇到了他的伯乐蓬佩奥 在蓬佩奥成为美国的国务卿 立马邀请了余茂春担任他的顾问 不了解情况的人还误以为他成功踏入了美国政坛 实际上他就是智囊团中的一员 并没有实权 他出的主意 蓬佩奥听取了算是有效建议 不愿意听那就是废话一句 余茂春为了这样一个好听的称谓 不断的上蹿下跳 为这才中国经济出了很多的主意 针对中国做得比土生土长的美国人都要积极 一副家奴的嘴脸让人恬不支持 他却引以为傲 明眼人都会发现 很多中国移民到美国的人 很难在美国社会成为顶尖的存在 清代大学士刚毅的一句话 道破了其中的玄机 他说命与外邦不与家奴 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 我家的产业宁可赠送给朋友 也不送给家奴 对于美国人来说 这一些新移民到美国的华人 就是这一种家奴的心理 他们作为主人 很愿意利用这一种 给予表现自己的心态 反正不用白不用嘛 但是永远不会将你当成自己人 一旦失去了利用价值 就会将你弃之如驴 一点不会顾问曾经做出的贡献 只是一个工具人而已 追溯美国的历史 一百多年前 他们还是黑人奴隶制 很多大奴隶主 如今正掌控着美国的政坛 对于于茂春这一种人的家奴心理 更是了如指掌 利用起来驾轻救赎啊 而自以为聪明的于茂春 努力使出了全身解数 只为了获得主人的一点垂帘 拼命地攻击曾经的祖国 别看他并没有实权 却比拥有实权的人更加独立啊 2016年 于茂春成为了川建国的高层顾问团成员 主要就是为美国的对华政策出主意 对于中国经济的那些制裁政策 很多都是出自于他手 出手之狠 让美国人都称勿皆说 如今外交部出手制裁于茂春 为这一些出国之后 为别国卖命的汉奸们敲响了警钟 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 中国对于这一些汉奸的行为 不再乱起吭声 随着中国的出手 这一些甘为加奴的汉奸们 可以利用的价值也越来越小 被新主子抛弃也只是时间的问题了 于茂春如今自食恶果 结局真是大快人心